哈喽大家好 应该开始了吧 现在我把邀请地址发到电报上和推特上 大家可以看 有需要发言的就进来聊一聊 现在我们还是开始阶段 所以很多人还有顾女就是怕在这个群里面发言 会导致受到迫害啊 这是可以理解的 大家可以戴个面具啊 或者如果你是不知名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寡宝估计会有可能会找到你 也可能找不到你 如果你戴一个面具的话 被找到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低的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永远发言 我来看一看这个 直播的效果怎么样 我一搞直播我们的网络就慢了 就上个月 两个星期前吧 好容易才开始这个 刚是一下升到这个高速网络 头几天特别快 现在就又不行了 这绝对有人搞鬼了 也不知道哪些人 他妈的就这么 问他那两个臭钱就出卖人格 也不懂这个因果循环 因果报应 这种愚痴 佛教所说的人这种叫愚痴 你也没办法 他觉得出卖点人格 没什么大不了 只要他能得到一些好处 也没法改变这种愚蠢的人 这个一个德国的朋友 在柏林参加一个会议 然后这个 嗯 谁啊 这个 我不知道他中文名字叫什么 他就是 他组织到雨伞革命 然后我给他发到的所谓的这个什么 声音员家世共有群里面 很多所谓的高校左派 我说请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因为我不知道他汉语名字 那个德国朋友他给我发的是他的这个 英文名字的英文名字 像梁什么 林什么 龙什么什么的东西 然后我就在那个群里问一下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结果他们这些所有的左派人 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雨伞革命 然后就是我 他组织 我说大家知道这个青春叫什么吗 然后他们就很不屑的 难道他组织的什么革命吗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 那叫什么嘴炮革命 真是可笑 就左派我发现他们就是 受到这个他们跟包勾成一样的这个水平 不知天高地厚 狂妄自大 嗯 我放一下他这个演讲的 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到 嗯 不知道网络现在搞成这样了 太恶心了 嗯 嗯 看看能不能切换镜头 切换到这个里面来 哎 什么鬼 发言呢 这个太 可惜了 嗯 对吧 向载下来才行 我让我静音呢 我看看他 下载下来才放 慢了一个 慢了一个 去慢 下三难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把它退翻 那我们给大家多少时间 影响大家工作效率 然后这个记者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啊 啊 就是我们学校的学新闻学的 在柏林实习 他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 我说我他们搞雨 搞雨伞革命 我已经到 到德国了 但是我在德国和那个河南海牙国际法庭前面 我也去深远他们 那我把那个当年的照片 大家应该看到我刚 昨天前天又发了一次就是 像那个 北大的工人 那学生们 什么家事工人 试验坛 向他们提议 他们应该怎么做 也应该不 不仅仅的是发几个传单 应该拿着别人跟你一起做 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叫什么社会影响力嘛 等一会我看看是怎么样把它 放给大家看一看 啊 quick time where is quick time 怎么回事啊 准备睡好觉 这些感觉昏头昏到的 现在找不到播放器了 嗯 再来一次 人命在这啊 找到了 找到了 嗯 看这 看片的嘛 我也拿着调了 Business in Hong Kong as a result of this purge Last August a few activists myself included were sentenced to 13 months of jail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test in 2014 It has now been 他讲了他的遭遇 被抓啊 然后就是被关了 在香港 to be arrested 抓到 and even jailed when we participate in the diproversy movements s since being banned from local elections Democisto has worked hard to improve our community work our creative media and our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personally I'm especially imlicated with our creative media presence looking for a way to break through and connect with the new generation who are no longer using facebook 他就说这个 香港的 他们这些革命呢 就是 靠这个 新一代 通过这个互联网 的脸书啊 这些 so we're trying different stuff like instagram youtube or even some very personal apps like snapchat so we use this platform as a way to send out messages 他用那个互联网的这些平台啊 就是发送消息 这虽然中国有墙 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利用下 翻墙并不难 你看我天天在发的那个 自己搭建免费的翻墙平台 你就要会复制 复制连贴就行的 你就不需要懂什么快键 cntr加c cntr加v 你用鼠标 甚至你不会用鼠标 你用修鞋笔 你是怎么 我不知道你们用修鞋笔 是怎么复制的 应该也是 点着最后一个字 然后你 那个 假如修鞋笔 不离开那个键盘 按着往前拖 或者点第一个字 往后拖 然后再按右键复制 然后再连贴 就会的 人家一步一步一步 一步不漏的 最重要是不能掉步骤 按我那个教程操作 你就可以搭建自己的安全 安全快速的翻墙系统 翻墙平台 自己搭建的最安全 共用别人的 或者是这个 什么网上提供的免费的 你没法知道它的来源 你像有一个媒体 他们的调查报告 说是60%的是 中国提供的 所以你就没法保障的安全 这些人平时看的 你还觉得 只要我能翻墙就行 其实这些人 他在翻墙的过程中 平时给你留一条 no 关键的时候 就是 就把这条 把那一网打进了 所以就大焦虑 就是 这个有个像什么 电报上 一个五毛狗 他不停的在那攻击我 现在我得把它关掉 不然它影响我们这个 影响我们这个直播的一个声音 所以大家要善用互联网 当它关注的 互联网 香港是在一种独立的 位置 它是两个背后 前面前面 前面 互联网 当它关注的 对抗互联网 我们没有遇到 对抗互联网 但是 因此 对抗互联网 我们在这种独立的 我们能不能够 抗互联网 社会 我们现在正在找 答案 这因此 我们努力 它就是 弄来转 让我看一下 所以后面就断了 哈喽大家好 现在有人 进入会议室吗 没动静了 嗯 那我们就 找找别的 看看有什么值得 聊的 其实啊 现在这个 劳工运动啊 我也发过文章 大家就 应该 注意了 你想这个社会 这个各个大学的学生 都在参与 大家应该支持他们 不能让他们冷场 不能说共产党 阴谋又一次得逞的 反复上演这种 得逞的阴谋 就是把这些 活跃的人员都 失踪了 然后慢慢慢慢 消声力气了 一波又一波 这些大家 都在深远他们 然后非常不逆的一点 他就打着这个 毛泽东的旗帜啊 这个国家不敢支持他们 他们信仰 我支持你 你到时候上台了 你又是个毛泽东 又像现在习近平 你这么坏 谁敢支持你 所以这大家 也得跟他们 加强联系 让他们慢慢意识到 他们这个局限性 他们认识上的局限性 毕竟受到共产党 洗脑的教育 他们有别的 叫什么理论 作为指导 所以就是 我们的责任都很重 不要大家成天 糊里糊里的混 跟那个什么 当年那个埃及 以色列人在埃及 当400年奴隶 他不愿意讨你一样的 那个墨西 叫什么 摩西 去帮他们 帮他们讨你 他还不高兴 是不是啊 就是 大家要 付出我们的努力 如果你有志于民主自由 或者你接触到这方面 这也是一个缘分 或者正好也是你上天 给你的使命 你在尽你的义务 我来看一看 我们这有些什么可以 转视频可以借鉴借鉴的 对 这个北大保安呢 张宝辰 还有他的朋友 叫什么 奇远 他们有制作视频 批判中共 人家都站出来了 做了这么大的勇敢的行动呢 你们也多的时候 也做一些后 叫什么后台的工作 支持工作吧 宣传宣传 你发印法 你传单 你没人敢把你怎么样子 大家都在做嘛 如果大家都不行动 实际上就是怎么说的 别话说明说开了 你会伤心 你自己不努力 你别指望别人 是不是 我看你这是懦夫 我的生气 我还去帮你 是不是 我能帮一下这些贫苦大众 我就觉得足够了 像你们这种受国教育 或者甚至是 因这个腐败的体制 还是占一点小利益的人 你自己都不行动 就往天上掉下来 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我又不欠你的 是不是 这行动上都做了很大的牺牲 你自己什么都不想做牺牲 你就不配享有民主自由 民主是要参与 要积极地参与的 你要为什么 这个什么意大利啊 这些国家 西班牙这些国家 那么腐败的 就因为他们的人们都叹胆了 只图自己享受 成天 叫什么 醉生梦死的 根本就不关注社会事务 不参与 所以他们这个就受到这个 腐败政府的奴役 他也是罪有因德 自讨的 叫什么 嗯 种 种瓜 得瓜 种 种斗 得斗 这个大家的行动很重要 搞了半天 我好像没有在推特上发那个链接 再在推特上发发看看 这个大家可以 可以用 可以在电脑上 手机上也可以直接通过打电话 参与这个视频会议 直接发言 都可以的 这些人 这些人 都可以用 这个人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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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多看 我每次都在 重复纽约大学的 培训课程 当然这个培训的 老师他就是 当年塞尔维亚 组织学生 起来反对黑凡 共产党政权的 他的组织者叫帕帕维奇 帕帕维奇 他是 在那担任主讲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 我想来给大家 显示一下我这个网页 看一下在哪 视频哪里 对 对 现在大家应该能看到 这个网址也很好记 比方说这个 你free in channel也好 另外一个更好记得 就是freedom 英语自由的单词 然后cn 就是中国的简称 然后ORG 因为是机构嘛 我们是中国人权支持会 freedomcn 现在我这个网速有点慢 然后就到了主页 然后这有个站内搜索 看见没有 右上角 这一排图标的 下面旁边 这图标 这是YouTube 这是那个 邮件订阅 然后这是就是那个RSS 订阅 就是RSS 就是你可以订 这个大家看得到 就是你可以订阅RSS 然后它可以自动 发送到你的邮件 或者是什么地方 或者是你弄一个 那个IFTTT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然后你可以就是把这个我这个你点到这个这个这个标志有RSS标志它会出来一个网页 然后就是这我的网址 加上斜杠加上Feed Feed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网址附着到IFTTT里面 它就可以IFTTT就可以自动转发到你的邮箱里面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或者是你的那个电报上啊 甚至你的手机上就可以的 然后就可以自动推送 你就不需要 如果你上网不方便 它就可以自动发送到你的邮箱里面 或者其他什么地方 可以打开看 这就是 然后这就是那个叫Instagram 我不知道中文把它翻译着什么 是我的Instagram 我在上面很少发东西 这是因为上次去一个大学演讲 一个姑娘飞的说 他说我别的都不用 什么Facebook什么都不用 我就用那个Instagram 我家里好友吧 不知道多少年以前我注册了 我一直没用 然后我就把那个地址给了它 然后我给登录 登录上去的 我觉得很奇怪 我手机上自动登录的 以前注册了我都没用的 自动登录的 然后这是我发的一些 也有一些这个德国精选的 这些 这大家也可以看看 做一个叫什么 叫什么备用的吧 然后这个是有意思的 这是这个葱里面长虫的 我在这我把那个 我们的后 后花园里面就很多地方 平时都没怎么用的 然后我把那个 吃做菜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葱根 留一点 那我就把它 种到里面 然后它长了 长成葱了 然后它里面竟然有虫子 这虫子吃葱 我是第一次见 有意思吧 嗯 我看看 刚才是不是这个镜头 啊 可以 到这不测 然后就是 这就是 什么熊猫开会 嗯 恐怖 这是万圣节 我的南瓜鬼 这去包一包一条 这就是我们的菜园 我们的后花园 然后把我把它 用这个拆的那个床板 做了这个 呃 菜 席叫什么 菜粒 一席菜 这个里面我好像啊 这是葱 看见这个角上 又上 又下角 嗯 然后就 这边我后来把它种上草莓 这边我就把那个 大白菜 吃到剩下那个 剩下那个 那个叫什么 嗯 那叫什么呢 中间那个 那个 我们老话叫菜兜 不知道 普通话叫 我都忘记了 忘记了 它种了种下来 然后它竟然长到几个大白菜了 然后那大葱 很大的葱 像中国山中大葱那样的 把也吃到剩下的根 摘下来 也长大了 这个地方不知道 看不看得到 这个地方有一点看得到 好像是 啊 这照片能不能放到 好像不能 就在这 现在也涨很大了 涨非常高了 又速度高了 还是没有人进来 这个就太遗憾了 哦 嗯 这是我种了一个 这个叫什么 我忘记了 哈哈 多肉 然后长了丝 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我上次我还先 我还查了 现在又忘记了 啊 这个有意思 这个呢 动漫节 好像是中国 嘲笑习近平 这样没有被什么 没有被抄 还不错 这是我推特 大家 很好记 就是推特L5D 大喜的L 小喜的L都可以 1235 不是1235的1 也不是I 是L 我做的鸡蛋汤 这是参加那个 Augustburg的 世界民主节的 世界民主日的活动 那这是我在 努敦堡租的菜园里面 种的菜很多 看见没有 对面这个美女 是我一个朋友 她那时候教我学德语 那是我刚来德国的时候 这是20多种菜啊 那很不错 不过我没时间 种的就是为了好玩 我都没吃到多少 而且当时很多德国菜 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就把这个沙拉特吃了 生菜 然后还有黄 豌豆 他还种的有豌豆 我也吃了 然后还有 什么呢 他那个洋葱 我当时不知道 我有普通葱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什么 像蒜苗 我以为是蒜苗 把鸽子吃了 后来才发现 不是他地下有东西的 然后这西红柿 我自己买了几个西红柿 产量特别高 但是那段有一个月 在那个外地的 哥德学院 我也没管的 全部都是地下烂的 甚至丰收的时候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姑娘 女生竞选 好像竞选成功了 是左派的林肯 就是 林肯就是左派 左派的 竞选当上一员的 然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网站 点击进来以后 在这搜索 纽约大学 非暴力抗争实践培训 这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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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慢 这搜索 像那个文档 这个地方 它就显示字幕 我点了一下 它下面的红线 没有 就没有字幕了 再点一下 下面有一个红线 然后就字幕 然后你可以在这 它有时候可能会选择中文 然后你点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字幕 我不知道 用中文的话 它这会显什么 中文 然后英文 然后这个自动翻译 它会 也会有自动翻译 现在 YouTube YouTube 已经很先进了 我把声音开 它说讲这个 屏幕上是写的 服从 就是政府就要求你服从 你服从 它才好控制 你不服从 它就没法控制你了 大家 建议大家都看一看 这一共是13克 13克加起来 也就13个小时 因为有的是一个多小时 有的是几十分钟 像这个是56分钟 差不多一个小时 这个只有37分钟20秒 所以就转 然后这个是 这个学生还研究南非的来讲得很好 然后这个是一小时是20分钟 我算了是吧 加起来就13个小时左右 这个一小时 然后这个是只有12分钟57秒 所以就不到13分钟 所以就一等 这个是一小时是三分五十斤 然后一个小时是四分 然后一个小时是四分 那么这个是一小时是六分 他就是进行这个叫什么 科学理论方面的研究 说的 自动 我们的理论 基本上是科学的 这个人是学化学的 所以他这个对也有这个 嗯 科学研究方法 这个挺好 受到这个科学方法的培训 这个只有30分钟 32秒 所以这个也很短 你可以如果一天一天 你一个看不完 你可以慢慢看 把它分成一截一截 你看我这个在第一次课之后 完了 我建议大家做一个作业 就是你把这个前面的三个视频 看了以后 你看这一个表 我在那第二次课中 把那截图放了 你看这这表啊 他就讲这个 在各个时期 所以不同的这个 这个有 叫什么 重大意义的社会事件的出现了 这个 各个群体啊 就是各种什么 军人警察 商人学生 什么的 那些 记者 教会 他们 与这个 独裁政权的关系的远近 你看 都是在不断的变化 到一个点 大多数人都离政府远了 或者是保持中立的 这三 这是中立 一二三 你就可以发动 大规模运动 平时就一些小股运动 就是 引起大家的注意 就让 知道政府干了些什么坏事 让大家知道 也让大家知道你 这样你到时候 你说出来大家才可信 有公信力 不然那到关键的时候 没有一个大家可以信任的人来 号召行动 也不行 到时候就是各自为政也不行 这个 大家 多研究研究 这些 十几个什么 十几个视频 这个是正在直播 就不看 然后这个 有人提问吗 再切换到这个会议室里面 刚才是 给大家看的页面 哈喽 没有人来进会议室吗 现在国内是九点多 快十点了吧 那下个星期是一个很重量级的 德高望重的 也是多年代默默 我推动中国的民主人权 做了很多贡献 国内的很多这个活动者 都是 都知道他 也受过他的不少帮助 先不透露 人的共产党有点捣乱 到时候正式开会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是谁了 下个星期五 23号 还有什么 你看这个 北大的学生 这个在 大学里面发单 这个其实很好 但是我也有些建议 不知道这个大家想看的没有 来给大家 看一看 这个网络很让人讨厌 不知道怎么搞的 搞的那么慢 有些人可能还没看到这个事情 现在是10月11日晚上 今天当今六点 这里有一些同学在食堂清拍船单 这就是他们的传单 北京大学的师生校友 北京大学的部分 大学内的部分大学 顾家月和北京大学月薪 广的俱进 然后 然后就是这个 巡月小组 他们称为巡月组 巡月小组 让巡月小组的人也被 国宝 晚上穿着黑衣服 蒙着头 殴打绑架了 他们这个在学校里面 食堂里面发传的这个方法很好 但是他们还是缺乏这个系统的考虑 缺乏 缺乏 一个你学校食堂里面 他肯定是被严厉控制 有保安 有管厨房的 管食堂的人 他随时就会及时监视你 阻止你 如果你在那个路上 其实急不靠近教学楼 也不靠近食堂的那些中间 有不容易被控制的地方 但是学生乃往 必经之路的 人多的地方 在那发 然后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大家 我不仅发给他 讲给他听 我还要搞一个抗议 写个纸上打印的抗议的 就是说抗议 黑市民 或者是直接说抗议公安 黑衣 黑衣公安 或者是公安蒙面 校园内大学内绑架学生 殴打绑架学生 然后让他拿着一起 一起跟你合影 你单独让他拿着给他照相 他可能会害怕 你如果两个人几个人 我们一起合影 这样他就愿意了 然后他也有机器 人在机器 大家看到那个德国的电影浪潮没有 就很简单 在一个实验 在一个班级里面 就可以很快形成一个纳粹式的氛围 就 人在机器内就更容易被调进去 机器性 当然我们就不是说要成为那种反人的纳粹 我们要就是 这是人性嘛 人性也可以在好的方面进行激发运用 这也是一个方面 你参与的人多了 然后即时就发到网上公开 发到视频 照片 发到这个通过电报群 或者是直接发到 不管推特啊 Facebook啊 现场就发 那就发到这个墙外 让他删不了 这样就迅速 扩大影响力 你也可以号召呼吁这个社会上的 不仅仅学校里面 国内外的人都可以做 他们也在呼吁 但是后来他们什么弄了一个邮箱 他也不用这个国外邮箱 对付这个邮箱好像也不能用的 应该用一个安全的邮箱吧 让大家拍这个发给你 估计他们也受到威胁了 你不要发给 他组织者不应该让他们要求发给他的 发到推特上最好 你加一个标签 叫北大巡 叫巡月啊 或者是什么 什么 什么十年校友之内的 北大什么事件之内的 都可以 用一个标签 这样大家都可以点标签 就看到 也没必要进行人工什么 什么 集中在一起 然后再集中发呀 对对不对 有这些现代工具 大家都应该用嘛 你看这就 就那么很少的学生 再给大家讲 你像我们要做的话 我们应该站到一个很高的地方 大声讲 就让大家真的听到 他们给同学们讲述的事情是 前段时间 9号晚上 10点半左右 发生在 越南门口 一个一个 在讲很闹的事情 恶性打人绑架事件 如果从中 在DBS上 或者是网络上 看到一些消息的话 可以知道 当晚发生了非常恶性的 让校园暴力 OK 现在已经40分钟了 剩下半分钟了 还没有人进来 这个会议室 因为是免费的 每次只能40分钟 然后再重新开 重新启动 重新开一个会议室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 是 时间已经到了 今天就这样吧 希望在今后 能有人勇敢的 进来提问演讲 真的作为主讲嘉宾 然后我们就下一个星期 我们就 听着我们的 德高望重的活动人士 老革命给大家讲 然后就是有问题 希望大家提问 积极参与讨论 现在马上他们学功夫的也来了 每天也在练功夫 他们还经常 这些德国人也自己 也都很讲礼貌 带来各种有趣的礼品 自己家 自己那个院子里的果树的果汁啊 或者什么 自己做的什么 酱啊 苹果酱啊 什么酱啊 就很有意思 草莓酱啊 或者什么那个 草莓酱 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黑莓 黑莓酱 蓝莓酱 很有特色 OK 祝大家周末愉快 共同努力 为了自由 为了人权 拜拜 这 结束 对 对